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神秘的奥特曼玩具 这是什么玩具呢? 这里写着乌鲁托拉曼、哈哈和琪琪 就是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特别套装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会是什么特别的玩具呢? 出现了 原来这是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可动玩具 看起来好帅啊 这个包装是黑白的 这里面有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可动人偶 然后啊,还有六兄弟的可动人偶的披风 这个包装的右边是奥特之母 左边是奥特之父 背后是详细的组装的介绍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呢? 这是奥特曼的披风 然后这是奥特之父 还有奥特之父的零部件 这是光之国的背景纸 这是披肩 这是口香糖 这也是食丸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奥特之父的人偶 把他的头装上 奥特之父的头有两个大大的脚 然后还有胡子 而且他还有特殊的腰带呢 这是他的脚脱 可以让他站起来 这是他手部的零部件 让我们来挑选一对握拳的 然后再组装上去 那组装好之后 我们可以摆出奥特之父的作战姿势 那除了这个插腰的姿势 让我们再来摆一个愤怒的姿势 大家看 这个姿势看起来也非常的酷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奥特之母的可动人偶 让我们把他的头装上 他有两条长长的辫子 然后他身上蓝色的彩色计时器 看起来很迷你 这是他手部的零部件 让我们来挑选一对展的姿势 让我们来摆一个好看的姿势 大家看就像这样子 这是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奥特胶囊 奥特之父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奥特之父发出的是绿色的光 有了这两个胶囊 我们就可以召唤它们了 这是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 都戴上披风的状态 大家看奥特之母戴上披风之后 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呢 这个披风还是可以动的呢 奥特之父戴上披风之后 也非常的酷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摆一个全家福 让泰罗奥特曼也披上披风 那泰罗奥特曼身后站着的 就是奥特之父还有奥特之母 这一幕太好看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奥特六兄弟戴上披风之后 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出的奥特曼 然后是警备队队长 左飞奥特曼 看起来是不是好帅呢 接下来是这位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位奥特曼吗 他们每个奥特曼 都有不同的作战知识呢 接下来是这一个 这位奥特曼是赛罗奥特曼的父亲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位奥特曼吗 还有这一个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泰罗奥特曼 那奥特曼六兄弟还差一个 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出现了 这个奥特曼看上去也很酷呢 奥特曼六兄弟极齐了 接下来就是奥特之父 还有奥特之母了 奥特之父的经典插腰形态 然后是慈祥的奥特之母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特别套装 还有奥特曼六兄弟的披风形态 如果喜欢可以给我点赞 并给我留言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奥特曼的照片 体购她的经典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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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